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我们用五个青椒 来给大家分享的美食 这个烹饪方法非常的独特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做过 关键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准备几根螺丝椒 我们先将它放在案板上 然后取一根擀面杖 给它压一压 这种青椒比较好吃 而且它的辣度也不是特别的辣 螺丝椒的肉特别的厚 它的口感比较脆 用擀面杖压出来的辣椒 吃起来会比较好吃 因为它比较容易入味 我们用擀面杖压的时候 就会把辣椒的组织给它压烂掉 这样的辣椒在烹饪的时候 会特别容易入味 烹饪好以后也是特别的好吃 把辣椒压成像这样 稍微有一点破裂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会更加的好吃 和更加的入味 接下来我们将地给它去掉 将里面的籽也给它去掉 去地去籽的青椒 我们给它改一下刀 给它切成长长的段 大概给它切个五公分就可以了 也不用切的太长 也不用切的太短 五公分左右刚刚好 把所有的青椒 全部切成像视频中这样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装入一个碗中 接下来我们往碗中加入一勺食用碱 或者小苏打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大碗清水 我们往里面加入食用碱 或者小苏打 给辣椒给它浸泡一下的话 这样能够减少辣椒的辣度 如果你比较能吃辣的话 也可以不浸泡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加入几个干海椒 再加入清水 给它浸泡一下 这一步是为了 在喷热过程中 干海椒做出来不会发苦 发黑 发椒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小把大蒜 给它切成蒜片 蒜片我们稍微给它切的大一点点 不要切的太小 切好以后 我们给它全部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把小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 我们只要取葱白 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 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泡好洗净的干海椒 用剪刀 给它剪成小段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加入一勺白色的盐 再来一小勺 苦安酸辣 一丢丢白糖 少许的鸡精 如果不喜欢的话 也可以不放 我们再准备一个勺子 就调好了 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四枚 我家母鸡刚刚下的蛋 打好之后 也不用搅碎 给它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青椒也泡好了 然后找个漏勺 给它过滤一下 控水放一旁备用 食材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将锅烧至微微冒烟 我们在锅中 再加入一勺底油 给它晃动一下锅 这样我们在炒菜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好炒 这一步也就是将锅 给它滋润一下 我们在炒菜的时候 就不易粘锅了 滑好以后 我们把锅中的油 给它倒出来 倒出来之后 我们继续加入一勺冷油 我们把鸡蛋 给它倒进锅中 然后转小火 将鸡蛋 给它煎至定型 鸡蛋定型以后 我们再轻轻地 给它放动锅子 这样煎出来的鸡蛋 就不会糊 因为我们这个鸡蛋 比较厚 所以煎的时候 一定要开小火 要不停地给它放动 这样煎出来的鸡蛋 就不会焦 也不会苦 一面煎至定型以后 我们再把鸡蛋 给它翻个面 把另外一面 也给它煎至定型 翻过来以后 我们用铲子 不停地给它按压 这样我们煎出来的鸡蛋 会更加的透 更加的香 一直把我们的鸡蛋 给它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铲子 给它铲起来 放置案板上 哇 我们这个鸡蛋煎得焦香焦香的 我们先把鸡蛋 给它切成大块 像这样 三公分左右宽的长条 不要切得太宽 然后再把刀 给它横过来 切成小块 鸡蛋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给它装入碗中 锅中我们再次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然后再把我们的辣椒 给它倒进锅中 我们转中火 然后用铲子 翻动几下 再用铲子 给它按压一下 煎辣椒的时候 我们用铲子 不停地给它按压 这样才能够 快速地把辣椒 给它煎好 全程我们一定要开中火 慢慢地给它煎 一直把我们的辣椒 给它煎至起虎皮状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样子 才可以 即使给它煎了老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发黑 也没有关系的 这样吃起来 才会更加的好吃 全部将它煎好以后 然后我们用铲子 给它铲出来备用 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微热的时候 下入蒜片 葱白 还有泡好的干海椒段 开小火 把食材给它炒出香味 大概给它翻炒个3721秒 炒出香味以后 我们再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接着我们用铲子 铲动几下 给它煮开 并且煮出里面的香味 料汁煮开以后 再把我们提前煎好的青椒 给倒进锅中 煎好的荷包蛋 也给它倒进锅中 然后我们用铲子 给它铲动几下 翻炒均匀以后 然后再给它煮两分钟 让青椒和荷包蛋 吸足料汁 充分的入味 两分钟后 我们的锅中 汤汁不多时 再给它煎炒个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整个厨房 都是荷包辣椒的香味 这样做的荷包青椒 保证你能多吃几碗米饭 非常的有食欲 而且我们的青椒 没有一点点辣 非常的下米饭 哇 已经迫不及待了 赶紧给它盛入盘中 开吃啦 这只是一个简单 家常的下饭菜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菜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